國防部高部長 中山科學研究院 院長有沒有來 請高部長還有副院長 高部長我們今天 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請教 尤其是中山科學研究院 因為這是比較多科學家的地方 你們想要把它改成這個行政法人 這個目的是怎麼樣 是我們立法院管太多 還是說這個人事管太多 會計管太多 所以你們想要把它弄成行政法人 這個好處在哪裡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 中文院在成立已經很多年了 為了讓他在將來這個發展部分 能夠他的這些發展 能夠讓配合國家的政策 也可以轉移到 不要講這樣廢話 你直接講重點 是人事管太多 會計管太多 不方便還是怎麼樣 不要講那種做文章 做文比賽的不必講 這個我們這個 在這個地方沒有太多時間 我請教一下我們中科學院 這個我們最近 這個灰彈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都是中科學研發出來的 這個灰彈的這個部分 有一些是我們 那IDF是不是也是中科學研發出來的 中科學院是 原來IDF是原來是 有一個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有一個 有一個有一個 有一個航發中心 現在已經轉移到這個 這個漢響 它的前身 是我們IDF 這是這樣做的 因為我們今天在那個 假部那邊 會在審查一個 也就是說 你們有一些部門 也許有科技 會會把它spin off 會把這個 這沒有錯我知道 但是主要 國防部底下有一個中科學 這叫做是在研究 我們台灣的武器 相關的研發是不是這樣子 是 好 那如果是這個部分 不是你的責任 就是我們中科學院的責任 這很清楚 不管你怎麼樣spin off出去 這個 以前IDF 就被人家 戲稱為I don't fly 這個被講很久 I do fly I do fly 一開始都被人家稱為I don't fly 所以揮不起來 那現在是這樣子 昨天的這個灰彈 我們也發現說 什麼叫灰彈測試補考 還不及格 那這個是你們昨天故意把它打得不準 打得不上去 然後今天才來立法院說 你看 我們 中科學院不來 改成行政法人 恐怕效果會不好 做行政法人以後 是不是就打得上去 是不是今天你來立法院的目的 就是要說 你看 我們成績很差嘛 所以 要讓我們改成行政法人 那就打得上去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昨天是故意的還是本來就是能力差的 這是委員的看法 我尊重 不是啦 我在問你啊 我尊重你的看法 昨天是故意打不上去齁 好來爭取這個 我們主持 還是說不是 成果就是不好 像委員報告 成果就是不好 我們這段時間都有 在不同時間點 各種軍種 都有在做 平常的訓練 事實上前兩天 在18號也有做測試 我先請教那個 我們副院長好了 副院長你們昨天 用科學家的 精神 你覺得說 昨天這樣子測試 你們滿意不滿意 我們應該很滿意 你們很滿意 就四個灰彈 兩個打不出氣 七七吐這個彈是命中的 我們中科研發的武器 是命中的 買來的不命中是不是 意思是這樣子嗎 你現在有 你現在這裡面有五成及格嘛 上一次七成被人家批評 所以昨天補考 變成五成及格 五成不及格 也就一半及格啦 你滿意的意思是不是 對我們中科的武器滿意 所以你們不需要改成行政法 還可以繼續運作得這麼好 運作到剛剛好 轉型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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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是滿意了嗎 你還要增加到幾成成功力 你才滿意 我們現在中科院的武器的 五成滿意了對不對 百分之百沒有 昨天補考只有五十分 怎麼會變成百分之百呢 誒科學家不能講謊話 委員問的是中科院的武器嗎 我們中科院的武器是百分之百 好 那這個不是中科院的武器就對了 是不是 好 那高高部長 中科院說他們 目前的組織架構 已經做到百分之百滿意 其他都是你們國防部自己去買來的 一些雜牌貨還怎麼樣 所以才會這麼不好 是不是這樣子 委員你講的都對了 對 好 那請問高部長 他是從科學家的角度 你從這個一個政務官的角度 你滿意不滿意昨天的測試結果 對任何一項大家都有檢討的空間 希望能夠止於至善 好 但是你不能檢討中科院 因為中科院說他們研發的都百分之百成功 所以你要檢討的是哪一部分 剛才委員講的是 昨天的測試 代表他們所研發的裝備 經過最近這幾次的測試 是 是成功的 但是那個打不上去的那幾個是誰的 並不代表它的組織架構不需要調整 不是不是 那是其他的打不上去的 脫靶的 那些那是哪裡來的武器 買來的是不是 我向委員報告 各項武器裝備都有一些缺失需要改進 昨天我們看的 但是中原來不需要 中科院不需要 也需要 他們也有做的 他們好像是武器百分之百滿力 現在不滿力的大概是組織架構 只有我們支持嘛對不對 昨天的測試是成功的 並不代表它每一項都成功 那我再來問一下會員長 會員長 你對你們組織架構的不滿力 是不滿力在哪裡 組織架構我們基本上 剛才我們部長已經講了 我們希望針對人事 對 採購 對 財務 對 這幾個面向 對 做調整 將來我們還在 在國務的監督之下 對 簡單講就是我剛剛講的 人事會計嘛 這個是幫你們幫手幫腳 讓你們難做書嘛 是不是 也不是 不是就不要改喔 要講清楚喔 我們變成行政法人以後 對 的效率 會更好 那現在效率不夠好嗎 那為什麼行政法人以後呢 效率會比較好 為什麼 告訴我一下 好讓我們可以支持你啊 比如說 比如說採購好了 對 我們現在是 使用政府採購法 那將來我們轉型以後 可能部分的採購比較 鬆綁以後 我們採購這方面的效率會比較 我們確實現在採購效率 現在的效率不好 就是因為我們的人事會計 把你綁住就對了 是不是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你到立法院來要人要錢嘛 應該要誠實說嘛 當然我知道你們也要逃避立法院的監督嘛 不會 以後 以後如果你們成立這個 以後呢 我們還要到立法院來報告 你們會變董事會是不是 是 董事會這個組成 是 國防部直接掌控 但是以後就不需要 讓立法院來監督了是不是 不會不會 立法院一樣監督 國防部我們監督機關 我們還要到立法院來做 原來一樣 所以你不逃避立法院 只有逃避人事跟會計制度就對了 我們其他問題 比如說人事方面的老話 希望人事跟會計 讓你靈活一點嘛 因為有些科學學家的確沒有任用資格什麼等等嘛 那 如果你要一個董事會 請問 高部長 這個董事會是由你前前任命 還是有多少是會從外面的一個所謂的專家學者過來 這個要報到行政院 我們國防部來領選 要經過行政院來核定 外面的參加的人多不多 這個評鑑委員會呢 有專家學者有相當的比例 好 你們現在有兩個一個就是董事會 董事會理論就可以監督了 另外還有一個叫評鑑委員會是不是 對 計校評鑑委員會 我可不可以 因為這個部分 涉及到一個人的問題 這個董事會就算了 但是評鑑委員會可不可以用三分之二 要用外面的人 才不會你一方面又自己做 一方面又自己管 都全部自己的人 所以民間的專家學者都包含在內 對 可以說 可以說民間的專家學者不得少一三分之二 之二 可不可以 這個必須要對他的國防專業應該 對 我知道啊 有很多啊 很多啊 甚至我們立法院裡面也有啊 對啊 對 委員的意見我們會參考 參考這個你要在這裡 當然說好不好 因為既然是評鑑 就不應該在你自己 又自導 自演 然後再自己 就這樣不好啦 也就是說 你要先懂事 你這樣好做事 我們也就認了 但是評鑑的部分 總是要有 多增加一些外變嘛 那這樣的話 以後也才不會說 常常被外面批評啊 好 這個 你要給我好好的回答 當然我們現在是武器的問題 武器昨天這個測試 大概50%是不合格 那人事的問題 人事問題最近也發生一些問題 聽說你們引進一個叫做 中程測試 中程可以用儀器測試 這不簡單 大概是這個原理是怎麼樣 你會很短的 是測訪的意思嗎 測訪的意思 對 測訪的意思 這個就是根據 國家情報工作法 國安局 這個軍情局 電展室 他們這個 這個法令通過的 這個 所及的這些單位 那你們現在 他們出國要完成這樣 新的 有一些可能涉及到國防機密的 我們包括中科院的研究 好像 也可以用給 不用A-Ping等等 這A-Ping的人 要不要做中程測試 這個部分 我知道外國外包一些工作 要不要做中程測試 有一個國防機密保護法的部分 要不要 要做 要做 那中科院他說要做 好 那中科院的老闆要不要做 我們國防部的官員要不要做 看他工作上 這個 需要不需要 他業務上相關的部分 應該要做 好 那我請教啦 高部長你本人是正人 你要不要做 還是你是專門做別人 自己不必做 法定所定的人 包含我個人身類 都要做 好 因為這是國防問題 所以 你是他們老闆要做 我贊成 你的老闆要不要做 總統要不要做 今天 總統是 三軍統帥 尤其是國防跟外交就是他管的 他要不要做 總統要不要做這個中程測試 這些法令所及的 對 我那天也講 如果 如果要把這個 委員願意加入 我們也不會排斥 對 我知道你每次都會想要把委員 扯進去 尤其是 國防外交的委員會的委員 有時候是比較機密 你可以去做 但是你要做這個之前 就是 要先把 你自己要做一萬 總統要做吧 另外一個你們的規定裡面 我發現 當然有一些是 拿這個 外國籍是不能當一些工作 但是好像 裡面很多規定 連利卡的都不能做 這個 利卡本身也是一種中程測試 對不對 這最簡單的 因為他不知道要跟誰中程 所以 中程測試 要靠這個什麼 要靠這個儀器來測 看看以後呢 有沒有這個美女 來誘後的時候 會不會再發生那種 連上 遺測 遺測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我知道 遺測手段之一 理論上以前 你們在看部署 你們就要看得出來 就看不出來 才用遺測 不是遺測期待你們 對不對 不然的話 發生 每一個遺測都來做 做出來怪怪 原來 他也許還沒有細密 他只是有混亂情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 的確很難做 那是七年前的後悔症 七年前的後悔症 馬英九有沒有 這個利卡 這個是不是一種 中程測試 你應該也要叫他 表態一下 對不對 不然的話也要跟你一樣 你說你要做 他應該也來做 三軍統賽 怎麼可以不做 只叫底下人做 不公平啊 所以這個儀器 我當然不知道 正確度多高 正確度很好 是不是這個 這個 他這個是一般性 認為他的 他的這個 這個效果還不錯 所以很引用 我希望這個是有效啦 請麻煩你做一下 為什麼 因為陳敏現在天天 在包裝雜誌上 數字上也都在 對總統做忠誠測試啦 所謂忠誠應該是對 台灣忠誠嘛 不是去對美國忠誠嘛 對不對 也不是對中國忠誠嘛 不可以嘛 所以他的原型 如果對美國太好 像牛肉的時候 就不敢用不起來 或是對中國太好 這個不敢講話 這個部分的忠誠啊 人民天天在測 但這不是用你的儀器啦 人民天天在測 忠誠 所以理論上 我建議你 請馬英九總統 來做一下忠誠測試 看看他對中國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就躲躲閃閃 變成就被測出來 因為人民天天在做忠誠測試 所以人的問題 武器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東西都是我們 情供法不及的人員 我們不會列入這個測試 你說總統不列入測試 情報工作法裡面 如果沒有規定的 我們就按照我們所及的 這個有點漏洞 所以就要補上 因為齁 我們的確也沒有把PR 立卡 列入不能當總統 只有把國籍 外國籍不能列入 所以這PR的問題 被炒了兩三年 應該總統要自己再講 那趕快說他有沒有 有的話趕快撤掉啊 這樣才好 找好意思啊 那剛剛好像有儀器來了 你就可以用一個儀器 來測一下 看看我們馬總統 對中國比較忠誠 還是對美國比較忠誠 還是台灣比較忠誠 以上謝謝